年关将至少不了的就是包红包 由求职网调查了今年有高达九成的上班族会发红包 平均的预算是11292元 但其中有两成三的人表示预算比去年来得少 主要原因就是物价上涨生活开销增加了 另外主机总处也公布了 112年第四季国民所得概孤统计 那么由于景气复苏力道不如预期 拖累了去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降至1.4% 也创下14年来最低 但有专家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比较乐观 有望达到3% 下周将迎来春节不少人计划出游或返乡 开销增加不少 根据求职网调查 上班族在这一次的春节廉价总花费预算 每人平均31093元 略低于去年33592元 如果以全体受雇就业者928.6万人推算 这回春节廉价消费商机估计上看2887亿元 而其中的年节支出包括红包 民众今年发红包的预算如何呢 今年的话应该会发个三万块吧 给妈妈的话大概一万吧 兄弟姐妹可能一个人两三千 秋之网针对上班族做了红包支出预算调查 结果有高达九成 上班族表示 龙年计划发红包的比例会略高于兔年 其中有21.2%的人会发出一万到一万五千元红包 19.4%发五千到一万元 还有15.2%的人会发三千元以下的红包 红包预算平均一万一千两百九十二元 过去三年都有这个通膨的压力 所以整体这个上班族发红包或送礼的 这个比例或预算都呈现有增有减的一个情况 此外112年第四季国民所得概股统计公布 主机总处表示 因为民间投资力道疲弱 景气复苏力道不如预期 2023年全年经济成长率仅1.4% 创下14年来最低 那接下来今年的经济成长状况如何 有专家这么说 专家预估整体市场将从原本内需温外需冷 转为内温外温的状态 经济成长率预估有望达到3% 这台北综合报导